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莫玉金 344集 不过仅仅是神白名列那里够啊 你还得死 说到这里 王永辰的声音里已经充斥着很辣 那双星红的眼睛之中 更是充斥着杀意 下一刻 便见王永辰的身体 朝着白瑞祥的方向暴力而来 那生着锋利之间的鬼掌 狠狠地抓向了白瑞祥的伯格 此时 欧阳老头也是动了 但见 他快步朝着白瑞祥的方向跑来 一下子便横在白瑞祥身前 手中正鬼符 猛地拍向了王永辰的鬼掌之上 唱的一声 沉闷的金铁叫气之音 陡然自撞击点爆发 而与此同时 还带起了一泡脸黄色的光芒 在这次 鬼掌与俘虏的撞击之下 王永辰的阴魂在半空中打了个翻转 而后便稳稳地淋漓在了半空里 而欧阳老头则是后退竖步 一口阴红的鲜血 陡然自其口中可出 满脸的痛苦之色 这一击对于欧阳老头的损伤甚大 再看其手中的正鬼符 早也是破碎开来 欧阳老头不能调动体内风水器 进入正鬼符之中 不能使这正鬼符发挥最大作用 所以他才在这一击之下 受了如此重的伤 而正鬼符也是被破坏了 我本想杀了这白蕊小 在对付你这不自量力的老家伙 看来你是着急想要上路啊 这时 王永辰的阴魂看向欧阳老头 双眼未眯 着急上路 上路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欧阳老头丝毫不让 与王永辰的阴魂针锋相对 你这种把自己的错误 归起到别人身上的人 活该你死 欧阳这话 可以说是戳在了 王永辰阴魂的心窝子里 他瞬间便暴怒起来 望着欧阳老头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找死 我说的是事实 今天我要把你随时挽断 让你魂飞魄散 说吧 王永辰的阴魂便直接朝着欧阳老头的方向冲来 在其周身 耀眼耀异的红色光芒不停地闪耀 一股无比强横的气势 从体内爆发而出 席卷了整个手术室 一股股阴风更是猙獰的呼啸着 此时 欧阳老头拿出第二张正轨符 想进行抵挡 王永辰的阴魂 积蓄了体内的全部能量 对欧阳老头发动的致命一击 即便欧阳老头手中有正轨符 恐怕也抵挡不了 王永辰这一击了 不过 由于欧阳老头 把王永辰阴魂彻底激怒 让王永辰阴魂 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欧阳的身上 张凡知道他出手的机会已经到了 看着距离他越来越近的王永辰阴魂 欧阳老头举着正轨符的手 不仅是有些颤抖 他在心中默念着 张凡 你可一定要出手啊 要不然我做鬼也不能放过你啊 再不出手 老子可就坚持不住了呀 此时 王永辰阴魂 已经距离欧阳老头不足一米 张凡终于动了 但见 他双脚狠狠一蹬地面 身体宛如一头猎豹一般 朝着王永辰阴魂的方向扑去 那裹下着浑身真气的拳头 更是亲个见 砸向了王永辰阴魂的肩膀 张凡的实力 可是行机竟一断 也算是训绩如风了 他的速度 在王永辰阴魂的两倍有余 当王永辰阴魂反应过来 张凡的拳头 已经距离着肩膀 不足五公分 下一刻 便狠狠扎在了王永辰阴魂的肩膀上 一声闷雷般的炸响 陡然自王永辰阴魂之上传出 他的阴魂 也是亲可见被抛飞 一声惨烈的哀嚎之音 陡然自王永辰阴魂的口中传出 他虽然并没像人体那样 扎在墙壁之上非常惨烈 但能看到 从他肩膀开始 继而是整个神区快速地虚晃起来 宛如是一团薄薄的水气般 表情无比痛苦 淋漓在半空里 你 你坏我好事毁我道行 你 你该死 王永辰阴魂一子一顿地说着 声音之内 充斥着无与伦比的愤怒 虽然愤怒 但他却并未对张凡出手 在张凡这一记重拳之下 王永辰的阴魂虽然没散 但是却损了将近九成的道行 这道行一损 精神战斗力还是物理战斗力 都是尸不存疑了 张凡和欧阳老头体内的悬门之气 虽然并不能调动 但是却可以在体内随意游走 凭借王永辰阴魂如尽的道行 将体内魂器打入张凡和欧阳老头体内 根本闲不起什么风浪了 物理战斗力 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张凡可是行其仅一段的强者呢 等我魂体复原 我便去找你报仇 杀了你 杀了你们全家 说罢了 这王永辰阴魂便想扎入楼板里 想要逃离 无论是白瑞祥还是欧阳 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交集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道 千万别被他跑了 张凡的脸上却是异常的平静 就在王永辰阴魂即将扎入楼板之时 便见到楼板之上 散发出了一抹刺目的红色光芒 碰了一声闷响 也是陡然自楼板之上传出 下一刻 便又听到王永辰阴魂 发出了一声淒厉惨叫 他的魂体也是在瞬间被反弹而回 被反弹回来的王永辰阴魂 变得更加虚弱 看那副样子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报碎 这 这竟然是封观印 刚才罗亮离开之时 张凡让罗亮在门上绑着那张符纸 正是封观印 张凡就是担心 他意气不能把王永辰的阴魂打散 用来防止王永辰逃走的 这房间有封观印又能如何 我隐藏我的物理战斗属性 你体内悬门之气不能外散 这封观印只能封我一个小时 到时候我一样可以逃走 你能拿我怎么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